经历过多年的修复 全台湾最大的国际书院 超过200年历史的高雄凤夷书院 在今天举办了开幕仪式 吸引了上千民众参观 游客们置身其中 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历经五年修复凤夷书院正式开课 吸引千人朝顺一堵古色古香的书院气息 今天那是锋利书院 修复万诚的大谢之日 教来玉剧团演出朝宫外传 今天这位来自河南重视教育 致机称赞的文人官员 书院内也还原1890年代 授课清代科举体验等主题展 并首次展出400比1的星辰实体模型 各式1比1的可爱清朝人偶 凤夷书院从民国94年开始修复工作 把现有的罩币投门讲堂听事与左右学社 符合凤山县采访册记载内容 让民众能够沉浸在有着新时代面貌 却不失历史风味的凤夷书院 TVBS新闻何振凤高雄报导